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不断地去从模仿开始练习 到最后总结出最适合自己 自己最需要走的那一条路 我觉得模仿就是每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节目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会玩得很开心吧 因为看到好多熟悉的朋友都在这边 一句对待 必须要精彩 我要我未来 对自己崇拜 我不怕跟我像 我现在还觉得还好刚刚走完台 之前特别是前两天的时候 我很担心自己不像自己 因为现在最近天气的状况 感觉我现在也不是一个最像自己的状况 而且大家也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是 我在现场基本上不会唱得跟我的CD一样 都是习惯改歌 所以我几乎忘了我原本在CD里面是怎么样去唱的 所以我也这两天好好地听了一下自己以前是怎么唱的 我觉得就是来来玩 然后放松地跟大家分享音乐 另外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自己对模仿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特别是当你一定会去模仿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 当你真的学得很像的时候 内心的那种成就感 我也曾经有过 而且我觉得不断地有人让你有想模仿的欲望 这就是每一次你发现好听的音乐吸引你的细节的时候 四有红吧 因为我之前我唯一在舞台上表演的经历 有跟他一起演过电影之歌 然后还有跟他一起唱过 声唱好像唱过好几次 他应该对我的声音还比较熟悉 任何的个性都是从共性开始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从小要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 你最终会选取你需要的那一部分 你擅长的那一部分 人不能死穴 就举一反三 但是最起码你要先举一 谁是大哥神 三月六日记 每周日晚乐视独播